今天會講關於這個小鼓 Drumset裡面的snare drum 是怎樣打的 我們首先呢 是有三種不同的打法 今天會介紹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就是最普通的snare shot 然後呢 有一種叫Rim shot Rim shot是怎樣打的 就是你同時間碰到鼓皮和鼓邊的打法 很多時候呢 都會是在打Drumset一些beat的時候 一些比較想加重的位置都會打到的 OK 示範多一次的聲音 它是比較尖一點的 比較高音一點的 它是比較尖一點的 比較高音一點的 OK 鼓皮和鼓邊呢 同時打下去 好 那第三種就叫做Cross Tick Cross Tick呢 我們會將手掌呢 拿著鼓棍呢 擺起小鼓的中心上面的 那麼呢 三隻手指呢 是會碰著鼓皮 而其餘的食指和手指弓呢 都會捉著鼓棍的 那麼呢 就會大概一個 45度角的角度呢 去到擺的小鼓上面 大家會留意到 後面要留回大概 三分二隻手指的一個長度的位置的 那麼呢 打下去的時候呢 就會這樣的聲音 很清脆的 很清脆的 大家要留意 如果放得太厚的話呢 即是說 後面呢 沒有留位置給它呢 那些聲音就會沒有那麼清脆 小鼓是回響不到的 那麼如果我們放到很前的話呢 即是我說的 可能支鼓棍的尾端 去到差不多鼓的中心的話呢 那些聲音就好像很肥 所以我們拿回中度 去回 剛才我說的 大概有三分二隻手指 放在後面 那些聲音就會清脆一點 好 多謝大家